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回到火星》 故事的开头是一位热爱太空的富翁 纳萨尼尔 正在演讲关于移民火星的消息 并介绍了六位飞行员 莎拉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宇航员 也是火星探索任务中六人中的领袖 经历了两个月的飞行 莎拉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陆地指挥中心也乱了套 但纳萨尼尔要求对外界保密 到达火星后的莎拉生下了孩子 但自己却去世了 纳萨尼尔得知消息后 和公司成员讨论后决定继续保密 因为消息一旦公布 将会失去所有的资金 公司也会破产 16年后的火星 莎拉的儿子加德纳长大了 她开始寻找一切关于自己妈妈的信息 她找到了莎拉生前留下的U盘 看到了自己从未谋灭的妈妈跟一名男子的合照 误以为是自己的父亲 她把照片打印出来 并且打算回到地球 寻找自己的父亲 加德纳通过网络结识了居住在地球上的女孩 塔尔萨 并逐渐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地球女孩 她更加坚定地要回到地球 与塔尔萨相见 并希望找到自己的父亲 为了能够承受地球的正常气压 加德纳开始接受手术 并且积极参与康复运动 但回到地球的加德纳仍然无法适应地球的压力和刺眼的阳光 不得不被继续保护起来 接受治疗 然而 加德纳逃出了隔离房 引发了全公司的慌乱 她换装逃进了一个准备离开公司的货车 虽然还是无法适应地球的重力 但顺利地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第一次感受下雨的加德纳沉浸在雨中 坐上大巴的她 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 她来到塔尔萨的学校 初次见面 她就被塔尔萨扇了一巴掌 塔尔萨责备她七个月没跟自己联系 加德纳冲进了塔尔萨的课堂 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 下课后 她来到塔尔萨的家 不料 纳萨尼尔等人也赶到了 要求她一同回去 加德纳不愿回去 便跑了起来 塔尔萨开着飞机 帮助她躲避了追赶 没过多久 飞机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油压出现了问题 最终引发了爆炸 索性他们及时跳机逃生 没有交通工具的塔尔萨来到了修理厂 偷了一辆小轿车 他们要去任何通讯工具都找不到的地方 塔尔萨一直询问加德纳来自哪里 加德纳如实回答 来自火星 却令塔尔萨愤怒 认为加德纳一直在欺骗她 来到餐厅的塔尔萨 借取了别人的平板电脑 来寻找加德纳母亲的消息 通过沙拉留下的戒指上的信息 塔尔萨找到了一个部落的消息 而另一边 纳塞尼尔发了风式地寻找加德纳 因为加德纳无法适应地球上的压力 肌肉正在发炎 心脏也在变大 随时都有着生命危险 途中加德纳一直称赞塔尔萨很漂亮 并用行动表达了对塔尔萨的喜爱 塔尔萨也放下了对她的警惕 他们坐在悬崖上 无意间找到了要找的地方 并且找到了制作戒指的人 那人很热情地给了他们当初买戒指时付款的账单 他们通过电脑找到了加德纳母亲生前的住所 来到城市里的加德纳发现这跟自己想象中的地球不一样 对终他无法忍受地球的压力 住进了医院 加德纳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 央求塔尔萨带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父亲 抵达照片中的房子后 加德纳如愿见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父亲 但却得知自己一直在找的人只是自己的叔叔 加德纳跑进了海里 觉得自己的母亲在海里等着自己 却晕倒在海里 所幸被纳萨尼尔及时找到 醒后的加德纳得知 纳萨尼尔才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父亲 纳萨尼尔不顾自己的疾病 执意带加德纳去同温层缓解病痛 不得不告别地球的加德纳 还是一直与塔尔萨保持联系 影片的最后 加德纳跟自己的父亲纳萨尼尔一起回到了火星 而塔尔萨也开始接受航天训练 期待有朝一日 可以与加德纳在火星见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